大家好,我是三浦 欢迎大家来到《三浦论症》这个节目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这个频道 我们看到昨晚发生国际最重要的一单新闻 发生在韩国、南韩、大韩民国、南韩 首尔的尼泰院发生的接近10万人 涌进现场发生了严重的踩踏事件 到我现在做这个节目为止 已经至少扬成151人死亡 82人受伤的一个悲惨的情况 这种情况是相当令人悲动 希望所有的死伤者 向所有的死者治安 向所有的死者的亲友 希望他们平安 也希望他们治安 同时,伤者能够尽快康复 这一点的意外是大家都不想发生 但这件事是否无法预防呢? 原因又是什么? 跟香港1993年发生的事情 是否很类似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尿堪式分析 根据台湾自由时报的报道 南韩首尔市龙山区尼泰院29号 尼泰院其实不是一个花园 而是一个区域 尼泰院 它是在汉江的北面 它很接近 它也比较近南山 它最接近的就是龙山的地方 龙山的地方是有美军在里面的 龙山也是尹石叶总统 他不想入住青雅台 他搬到龙山的总统府去住 国防大陆办公的 所以龙山是一个重要的地方 尼泰院 你看到这么多的猛人在旁边 三星以前有一个重要的高层 也住在尼泰院那里 所以是高尚住宅区 但是你想想这个地方以前 也有很多古怪的过去 因为它是听闻 那时韩国旅游 Itaewon 其实是跟二胎丸很类似的 也不在韩文里面 就是说当时很多日本的人 日本军队住宅在那个地方 跟很多韩国人通婚 或者生孩子 结果变成了二胎丸 就是说日韩两沟 韩国人就这样的说法 就是离胎丸 离胎丸 二胎丸 就变成离泰院 离离花的离 泰国的泰 听得好像相当有意思 也有另一个说法 就是说 当时韩国的孝宗 就种了很多梨树 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但是这个地方充满了一种不安的感觉 当时我记得 就是离泰院 你看旅游书都有这个地方 但是我自己觉得 比如去首尔去玩的话 就很少选择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 我不知道怎么说 是有一种 不是那么安宁的感觉 就是我一直的感觉是这样 不是因为这个名字的问题 因为一早就知道这个名字的问题 但是就是说 你会去江南庚 都不会去这个离泰院 但是离泰院 发生这个事件 是相当悲动 它发生的地方 就是叫 Hamilton 汉默尔顿酒店旁边 一条闊 大概四公尺的一条巷 下波路 这个情况 是不是很像这个兰桂坊 它不是平地 是下波路 所以这个踩踏事件 是酿成很多人的死亡 整条巷只有四公尺 即是四米 两对大门 那么阔的地方 可见是相当可怕 那么根据自由市报的报导 在昨天29日 曼盛节 在Halloween 是鬼节 Halloween的这个牌子里面 超过了 10万人 涌入泰院的街区 发生大规模的踩踏事故 当地消防部门证实 目前的死亡人数 已经上升至151人 另外82人受伤 香港93年1月1日 发生在南桂坊 事件 应该是21人死亡 63人受伤 受伤的情况 亦附加了厌重 亦亦死亡 灼死亡得严重 当时 乏捕 五层人 因为93年 很多年轻人 未必有经历过这件事 我还不在现场 当时很冷 当时我读中学 發生這件事是前所未有的香港災難 昨天發生的事是前所未有南韓的災難 這個人踩人事件怎麼會發生呢? 窄的地方 上波路或下波路是怎樣的角度看 就是斜路 然後湧入人之間突然增加 增加的時候 前面的人因為一些問題跌倒 後面的人不斷湧上去 恐慌之下不斷的樣子堆疊 而一層人踏一層人 一層人踏上去 當時在1993年1月1日那件事 是踏足五層人以上的 最後整個人牆出現了 人們踩上去 人們想攀過 人們堆疊了 由一層人、兩層人、三層人、四層人、五層人 平然整個斜路 人們向著這個方向走 變成互相踐踏 變成一道人牆 在人牆 下面的人真的沒有辦法 你的胸骨全部被人踩到爆了 然後自己窒息 你的頭 即是頭、頸椎和胸椎 如果斷裂的話 就沒有了 其實在 當時在1993年的蘭桂坑事件 就出現了很多問題 突然之間 很多人都裝了鬼念 由酒吧衝出來 然後有些擲瓶 有些雜物放在地上 非常混亂 當時因為第一次 沒有試過這麼嚴重 不知道警覺什麼 最後就是人潮管制措施 後來行為園的 所謂的連銷市場 都有這些所謂的人分流的問題 到了今時今日 到了韓國 他由於沒有吸取這些教訓 或者說他不知道這麼嚴重 三年 三年都沒有這個所謂的萬聖節慶祝 因為疫情的原因 昨天第一次萬聖節慶祝 三年半了這麼久 大家爆湧出來 不用戴口罩 可以畫鬼臉 大家一起玩 一失足成千故恨 一失足成千故恨 根本上全部 在這樣的情況下 有很多人 這樣過失 根據BBC中文網 其中有三個中國人 遇難一 我們當然不在這個地方 行災樂禍 不會是這樣的事 但每個生命都是寶貴的 起碼這件事來說 是相當可怕 有人在五個小時前 預言悲劇發生 很多人 尼泰院復活了 但很危險 小朋友千萬不要去 因為人太多了 五個小時後 就爆發了這件人踩人事件 原因是什麼 有說是有名人在名店裡 盛傳他的時候 大家蜂擁而至 但是更重要的是 有人在這裏吸毒 因為尼泰院 也是一個品流複雜的地方 雖然是繁華區 但有些像旺角 我用一個比喻 有人吸毒 也有名人現身 這個地方加上 解封之後大規模的人潮 導致超過一百個人 死亡的嚴重情況 非常驚悚 有些人拍到 最多那一刻 恐怖 非常恐怖 女的放聲尖叫 男的被推擠到 瞳孔放大 相當可怕 根據南韓韓聯社的報導 此事故發生在 29日晚上 在知名夜生活區 看物爾頓酒店附近 一條狹窄的下坡道 發生踩踏意外 目經這次出 在29日晚間 10點左右 這條闊道只是 4公尺狹窄的下坡路上 有人摔倒後 人群因為嚴重推擠後 一個接一個倒地 而在29日的10點15分 晚上10點15分左右 當地消防部門接觸到數十起通報 指出有大批民眾 在漢密爾頓酒店被壓死 呼吸困難 南韓消防單位最新的統計數據顯示 死亡人數增加至151人 死亡的包括97名女性 54名男性 傷者有82人 重傷19人 輕傷63人 在外籍人士方面 有19人在這次事件中死亡 包括3個中國人 龍山區消防軍隊指出 有些傷者在治療期間搶救不治 也有部分傷者 輕傷者治療後已自人反家 死傷者大多數是29歲以下的族群 都是年輕人 由於現場死傷人數更多 首爾市與京基道動員大批人力 前往現場救治 在事發過後 南韓總統尹錫悅已連續召開兩次緊急會議 下達緊急命令 要求迅速對現場展開救援行動 甚至無要是醫院要足夠的床 怎樣使得當地情況有盡快處理 當日整個韓國除了首爾的尼泰院之外 還有其他地方有人群聚集的 萬聖節活動 緊急呼籲當地警察 撿殺 盡快採取有關措施 避免人流淺落 但我想這件事發生後 大家看到後 大家都有警覺 首爾市長吳細芬獲報後 緊急中斷訪問歐洲行程 趕回南韓 首爾市警察 即他不像習近平 看到武漢有肺炎的時候 去哪裡呢 去西藏 去拉薩 呼吸新鮮空氣 上海有封城的時候 怕躲起來 習近平 你坐這傻 但這個吳細芬 由於是民選的市長 在海外立即中斷歐洲訪程 立即回南韓 去處理這個重大危機的問題 那麼 首爾市的警察聽 也對這件事設立在災害應對本部 持續清查現場死傷 調查離泰院和周邊商家 是否落實安全措施的 其實在環境之下 四公尺 下坡道 即是斜路 請問怎樣可以去防範呢 除非你在那個地方做人流管制 雙向的人流管制 不是有人上 有人落 全部被擊死了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事 我看回那些片 他們是人逼人 逼都走不了的 走不了也更好 但如果是走得到 人多的時候很大 那麼這個是很多的 現在的片段 播出來了 是觸目驚心的 華山品牌 台灣的華山品牌獎 另外 劉冠淫 就是在這個 尼泰院現場目擊 是還原驚悚過程 以為要被剪斃在那個地方 相當可怕 另外也都看到 東芯新聞雲所報導 就是看到尼泰院 大量島地的傷者 口被爆血 這個是相當可怕 就是Halloween 鬼節 扮鬼扮馬 最後 是不是變成了扮鬼扮馬 那隻 這樣的樣子 去死亡 這個是相當可怕的一種巧合 另外 你看到要保護自己 記住保護人體的三角大 就是頭部 頸椎 和胸椎 這個相當重要 現場有餘這個人間煉獄 在未來的日子裡 亦都會有很多的聚集 在香港也好 在台灣也好 都會有很多人群聚集 香港會不會人群聚集 我真的不知道 你問一下李家超 但台灣來說 在新北市 就是在板橋左右 會有這個耶丹城 會不會都有大量的人群聚集 一如既往會 這個地方如何做到安全 分流 是重點 就是將人群 向兩邊走的分流 是很重要 還有 有折留的措施 有折點 使到有些地方 有些緩衝區 這一點是重要 以及避免一些太窄的地方 被人去走 這個是 對對於一個大規模的人群聚集 是相當重要的一回事 很多人就會相當心痛 因為關心KPOP 或者很多寒流的人 對於這件事相當心痛 近年來 我看到最嚴重的一宗案件 因為已經151個人死亡 八十二人的受傷 有些是地獄的一幕 有一個報道就是這樣寫的 那他就 看到就是 有個幸存者 就是一個中國人 他就在當地 他就是寫一些東西 他說 尼泰院後記 就是一個中國人 就是死過翻山 就是他基本上 沒有死到 很幸運 他寫一篇 這樣寫的 尼泰院後記 我很安全 回家了 謝謝大家關心 剛去急診室看了朋友 朋友拍了片 還好 沒有大礙 給我又看了一下 又沒有什麼大礙 讓我回家休息 明天去拍片看看 真是地獄 我想想都害怕 差點就沒有了 他說 在小紅書上發文表錄 表示 當時有如幾百斤的石頭 壓住自己 行好他 長得比較高 勉強能夠呼吸 不過令人感到難過的 是他右邊 一個矮的女孩 呼吸不到空氣 就在他面前 團氣 他只能眼睜睜看著 連頸都動不到 是相當悲慘的一幕面 他的鋪文就說 身後的外國男生 更加直接吐在他身上 他前面的女生狂哭 哭到最後有些團氣 就在我面旁的前面 直接在他面前死 在一個相當衝擊的畫面 即是 相當可怕的情況 經歷這個恐怖事故 他很坦然很後悔 為什麼要去湊熱鬧 覺得需要看心理醫生 只要上去當時的畫面 就渾身發抖 呼吸困難 甚至出現嘔心的情況 大家看到 最嚴重的事故發生 相當可怕 他表示 第一次他們都寫在我身邊 一想到畫面 就有當時的那種窒息感 而且自己到現在都不能聯繫爸媽 而朋友都在急診室裡面 相當可怕 現在後悔所有的事 他說 有些來不及了 真的事故已經發生在那個瞬間 被壓著被擠著 雙腳騰空 手指都被擠得動彈不了 呼吸不到那種死亡感覺 呼吸不到那種死亡感覺 真的到現在為止 都能夠體驗得到 發現原來死亡這麼簡單 這麼simple的一回事 當時只是想活著 靠著這個意志堅持下來 真是的 再遲幾分鐘 我可能都沒有了 事後經過檢查 真是他剛剛好沒有大礙 但胸腔有擠壓感 不敢大口呼吸 而腿部被擠壓出大塊的瘀青 即瘀青 他亦都是慶幸 他還活著 可視我旁邊的女生們 再也感覺不到疼痛了 是相當悲慘的共演 所有的人都聞者傷心 聽者流淚 不分國籍 有幾樣東西需要 大家調查清楚 一是事故原因 唯有搞清楚原因 不是追究責任 是被面事故以後再次發生 說過了 分流是重要 緩衝區是重要 還有 第二 我奉勸大家 包括我作為 我很怕人群聚集的 就是我極度是害怕 一些人群聚集的地方 尤其是當窄而斜路的地方 窄四公尺窄 譬如蘭桂坊 沒有四公尺那麼窄 但是也很窄 窄而是有這個所謂的 斜路的地方 是一個紅色的區域 絕對不可以 希望大家不要走過去 當人很多時候離開 有些勸於別人離開 不要去那個地方的聚集 這個是理性一點 當然你們會很高興的 當時 但不要落極忘形 因為 死神就會這樣等待大家 第三件事 這個事故 有沒有香港人 和台灣人在現場 現在還有很多調查中 我們希望 盡量沒有 我都知道台灣人 靠近現場 做這件事 希望沒有 無論有沒有香港人 台灣人 希望死者安息 死者的家屬 能夠節哀順便 另外 所有的 傷者 盡快康復 我知道十幾個重傷 希望大家為他們祈禱 希望他們盡快離開這個災困 這個很重要 是很震撼的 這件事在晚上洗完所有的板 告訴大家 這個悲劇 是相當可怕 疫情解封了 不要以為 衝出去玩 已經是天經地義 當然衝出去玩是正常 但是盡量不要去一些人群聚集的地方 不是怕染病 不是因為沒有口罩 不是因為疾病原因 是因為踩踏以外 這個是相當值得注意的 尤其大家去外國旅行 無論去哪個地方都好 都要注意這一點 我記得在日本到 昨天 也有慶祝這個萬聖節活動 有一個人 Cosplay 胡錦濤 他在二十大閉幕儀式 那裏 沒有一個定牌 整個樣子都像胡錦濤 那樣子 但是 整個鼻青面種的東西 全部都是 整個化妝 整個化妝 在那裏 就證明到 畫給別人 即是被人摺到 鬥到七彩 之後 抱著這個東西去玩 所以玩得很瘋 這個是 玩的 這個是開心的 非常好 同時 我希望大家注意人群的安全 人潮來到的時候 盡量避開 我自己就是 喂 這件事 沒有必要 在這個地方 冤死 這個是冤死 沒有必要 人生有很多的意義 我們不是說 將我們的生命 奉到是 比上帝更高 能夠做到人群的控制 接著人群控制 不是搞什麼 安心出行社會信用制度 有政才能進去 這些不是人群控制 這些是極權控制 動物農莊控制 1984控制 我們要的真正的人群控制 希望大家注意安全 不要 因為這件事 而憂懷喪智 希望大家 能夠為他們祈禱 好 下次我們再見